说你们家里面吃死了 把小孩抱起这 女子请保姆料理家务 结果发现保姆的儿子 和丈夫长得十分相像 经过亲子鉴定后才得知 孩子竟是自己亲生儿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提起此事 朱小轩就潸然泪下 这才得知在26年前 朱小轩还是一所医院的护士长 通过熟人介绍 相识了出身于居人世家的丈夫 两人家庭都十分优越 在当地算得上是豪门家族 很快两人走到了一起 并生下了一个儿子 因为两人的事业都很繁忙 无法时时刻刻照顾儿子的一日三餐 于是他们便去劳务市场 聘请一位保姆 殊不知他们所做的这个决定 将会给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 带来无尽的悲剧 一开始这位保姆尽职尽责 不光把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 连家务也能料理得很好 朱小轩看在眼里很是欣慰 给保姆发工资时 从来都是给多不给少 可就在这天朱小轩下班回家 见邻居围在自己家门口 堵得水泄不通 朱小轩这才意识到大势不好 朱小轩不敢耽搁 当即选择了报警 并和丈夫四处寻找着丢失的儿子 但因为当年监控设备并不完善 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儿子 可谓是大海捞针 他们对于保姆知晓的唯一线索 就是对方的姓名名叫罗雪菊 而经过姓名进行查询 才发现对方的名字竟也是假冒的 保姆不知用了什么方法 盗用了别人的身份证 本想去劳务市场查询保姆的信息 但当时劳务市场也是管理稀疏 查不到该保姆的任何信息 这让朱小轩夫妻俩陷入绝望 此后的三年时间 朱小轩虽然和丈夫生下了二胎儿子 但是从没有停止 寻找丢失的大儿子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当时正巧赶上警方在四川 破获了一个被拐儿童案 这名儿童和朱小轩的儿子 匹配性很高 夫妻二人得知后欣喜若狂 马不停蹄赶到了四川 朱小轩的丈夫一见到孩子 就认定了孩子正是自己被拐走的儿子 可是朱小轩出于做母亲的直觉 认为这个孩子并非自己亲生 所以决定带着孩子去做亲子鉴定 那么这个孩子 究竟是不是朱小轩走失的大儿子呢 女子花仲金聘请保姆 殊不知对方真实身份竟是人贩子 不知不觉间就将自己儿子拐走 直到多年后 夫妻俩终于在一起儿童拐卖案中 找到了和自己十分相像的儿子 可在母亲朱小轩看来 这个孩子虽然跟自己很像 但并没有母子间的那种亲近感 为了保险起见 夫妻俩决定带孩子去做亲子鉴定 而结果并众人出乎意料 鉴定结果显示 这名儿童就是两人的亲生儿子 朱小轩虽然心存疑虑 但还是被白纸黑字的亲子鉴定所说服 夫妻二人便欢天喜地地将孩子接回家 也许是对孩子心里有亏欠 夫妻俩便不再以工作为重心 而是常常陪在孩子身边 给孩子一个满是欢声笑语的童年 朱小轩甚至为了孩子 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去国外深造的机会 时光转瞬即逝 很快二十年过去了 如今两个孩子经过朱小轩的培养不负众望 在当地都有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生活过得十分滋润 两个孩子也很有孝心 将父母安顿在自己身边 不再让父母外出工作 再加进享天伦之乐 可就在这时 朱小轩接到的一个陌生电话 彻底打破了家里的瓶颈 对方称自己是一家报社的工作人员 据他们了解到的消息 朱小轩苦寻二十六年的儿子 如今已被找到 朱小轩听后匪夷所思 自己儿子早在二十多年前 就已经找到了 怎么可能又出现了个儿子呢 直到对方发来的一张照片 让朱小轩瞬间愣在原地 眼泪也顺着脸颊落下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女子意外发现 保姆的儿子竟是自己亲生 而她养了二十多年的儿子 竟然是替别人家养的 原本朱小轩和现任儿子 生活得十分幸福 结果一家报社突然给她打来电话 并发来了寻亲照片 朱小轩看到照片的第一眼 就对眼前的孩子 有种莫名的亲近感 而且长相和丈夫简直一模一样 看到这里 朱小轩心里不禁开始打鼓 难道自己这么多年养错了孩子吗 她带着疑问继续浏览 看到了内容 让她瞬间感到惊悚 她在网上看到了 那个似曾相识的保姆 原来网上的发帖人 是一个叫何小平的中年大姐 帖子上写着 她自己的孩子意外夭折 于是 她便冒充她人身份去当保姆 拐走了雇主家的儿子 并给孩子改名叫刘金心 现在这个儿子身患抑郁症 她养不起了 想要给这个孩子 寻找到亲生父母 朱小轩看到这个帖子瞬间崩溃 看到一切的朱小轩内心百感交集 如今生活安康稳定的朱小轩 到底要不要去揭开着背后的秘密 作为一个母亲 本着为孩子负责的态度 她还是带着丈夫和大儿子 去和刘金心做了鉴定 结果表明 网上的刘金心 就是她和丈夫的亲生孩子 而自己付诸一切心血养大的大儿子 和夫妻二人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样的结果 无疑让朱小轩世界崩塌了 朱小轩痛苦过后 回过神决定 追究二十多年前 给自己和盼盼 做亲子鉴定的机构 如果不是鉴定机构出现错误 自己不会养错了儿子 也不会放弃寻找亲生儿子 更不会如今面临这样的悲痛 最让朱小轩难过的是 自己的亲生儿子被折磨多年 如今两病白发 身患抑郁症 大家觉得朱小轩应该追究 鉴定机构的责任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